记者王寒平台南报道,母亲节将借,北台南家福今日举办亲子健走,小手拉大手,闯关游戏传递爱与幸福,为弱势家庭在天满满能量,亲子健走活动在柳宁尖山皮江南渡甲村举行,北台南家福450名亲子参加,扶游主委郑女秦明腔后,亲子小手拉大手掠过起跑线进行闯关 在终点站相互拥抱,声声我爱你,妈妈皆快乐,场面温馨 北台南家福中心主任庄舒慧表示,若是家庭的家长平常忙于生计,可陪伴子女的时间少,共同参加修签活动难得,容易发生亲子关系疏离或冲突,母亲节亲子活动,结合亲子沟通,信任关系建立等教养观念元素 沿线设计闯关游戏包括携手传球,护家一起来,同心协力,亲子手引记,儿宝记一大挑战,防灾之多少,月读剧等七大关卡,提升亲子亲密指数,或是否表扬家住东山区的自强 母亲和声弱也带两个孩子参加,12年前从中国嫁来台湾,105年先生中风,婆婆健康状况不佳,一肩扛起照顾责任,无怨无悔 主感谢家福提供辅助,也谢谢婆婆体谅,偷奸参加活动,能与其他家庭亲子一起分享交流活动 也安排亲子讲座及亲子甜点DIY,让家庭抒压并创造亲子正向互动经验 北台南家福感谢金山皮江南渡甲村提供入园优惠,台湾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赞助7万元,奇异公司赞助美奈敏餐盘 台南是陆军专校长辈士官班校友会,赞助防文手还作为创官礼及义工支援,亲子共度难得假日